今天祖恩他是在2016年的時候 也是拿到奧運資格 那麼他在第一輪被淘汰 在2018年的亞運贏一場 到2020年東京奧運沒比賽 這個祖恩為什麼能夠堅持這麼久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家庭的經濟狀況 對 那如果把比賽贏了能夠怎麼改善 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賽的獎金 然後可以拿去貼補家用這樣子 對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家境嗎 以前我是單親家庭 對 然後現在我們近幾年就是媽媽她有再婚 對 所以現在家裡就是有變比較好一點 對 所以你從小幾歲的時候 爸爸媽媽離婚 我應該還在媽媽的 懷裡面吧 對 媽媽好像就離婚了 就離婚了 對 所以媽媽一個人把你扶養長大 是 那很辛苦 對 媽媽是在做什麼工作 媽媽是做看護 對 看護很辛苦 對 在屏東嗎 對 在屏東 OK OK 那你經歷過這些失敗 對 你聽說你曾經 這個 要逃避 去抽菸去喝酒 是 那個情況怎麼樣 講到這個其實很沉重 對 因為其實 那個時候 加上是自己 心裡面的狀況還沒到那麼成熟 對 然後 經歷過很多失敗 然後想要藉一些方式來去 紓壓自己的 一個情緒這樣子 對 但我釋奉勸 很多年輕人 希望他們不要這麼做 對 然後 媽媽其實她也一直扶持我 對 然後一直 一直 跟我講了很多 鼓勵我的話 然後 希望可以借我 這個信仰 可以去讓我 變得更好這樣 對 然後一直到我 看見了楊勇偉 對 然後才讓自己 變得更好 對 直到你看見了楊勇偉 換句話說楊勇偉對你有歧視嗎 應該說她 她的成功讓我 讓我 更激勵自己 對 因為我自己想要 跟她一樣 對 所以一個成功的運動員影響是很大的 是 我覺得是這樣 是是 那在看到楊勇偉之前 你試圖逃避的那一段 你怎麼個逃避法 其實就 就是 吹飲喝酒 就這樣子 訓練的話 就還是會 還是會訓練 只是訓練的狀態一直也都沒有那麼好 對 喝酒喝多少 幾乎都是假日而已 對啊 喝什麼酒 都有吧 對啊 都有 小米酒 小米酒 啤酒比較多 米酒比較多 有沒有喝到醉 有啊 都會啊 喝到醉喔 對啊都會 有喝到醉可能會滿傷身的 是 你跟誰喝 跟我們部落的好朋友啊 對 對啊 一人抽多少 以前 好像滿兇的 對啊 以前滿兇的 因為我是從 大學的時候就有開始 但是後來就是有戒掉 對 一天有抽到多少 兩包 沒有 沒有到兩包 一包 也沒有到一包 大概十幾支 對啊 這樣時間持續多久 應該有 應該有 三年多吧 這麼長啊 對 三年多 但是 就是比較消沉 抽菸 喝酒 其實對身體影響很大 是 對一個運動員來講 身體影響很大 是 直到看到楊勇偉 對 楊勇偉是你的族人 他也是排灣族 排灣族 對 才是排灣族 OK 那 這個 樓教練那時候有看到他這樣逃避嗎 你在訓練上 跟生活上 看得到他跟以前不一樣 你說有分尾嘛 他也滿十八歲的 我只能 用循循善優的方式 這樣睡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心不在焉 然後態度沒那麼積極 當然他不會反抗你 他說教練 他不會跟你說教練我不要練了 他的 該表現出來的能力水平 他跟不上 那時候覺得 怎麼會這樣 一個很好的選手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 對 然後就會趕快請 他如果什麼事情 我會打心理師說 透過心理師的一些 專業心理的技能訓練 然後來 讓他 慢慢的更穩定一點 樓上策樓教練 其實你過期的這段時間 你阿嬤也過心 你外婆也過心 OK 另外就是 這個 阿嬤也過心 我啊 那聽說 你們經費也斷缺 另外就是 因為 這個 就是說 過去的一段時間 沒有拿到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的這個 國訓中心也認定 你們的成績不太好 所以 被退場 被退場 是怎麼有辦法一直堅持 其實就是 我跟主恩心裡面的那個夢 因為我也曾經 差一點去打奧運會 然後那一場 失敗就讓我 終身遺憾 阿現在有機會 我換一個時候 可以去奧運會 所以我很珍惜 阿當然努力那麼久 成績不到位 被退場 那個也可能是在 整個一個訓練的計畫裡面 當然被通知退場之後 當然我就回 離開國訓中心嘛 阿主恩就 一樣留在國訓中心訓練 只是那可能 會被別的教練指導這樣子 可是心中那個奧運夢 沒有熄滅 對 我跟自己說 我有一天我會回去的 阿然後 當然身邊很多 貴人的協助 讓我能回去協助主恩這樣子 是 祖恩比賽 沒有到好成績 沒有收入 沒有獎金阿 阿你要扣什麼 其實 我本身是教職人員嘛 我是李洋國中體育老師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留職留心 阿讓我去國訓中心訓練祖恩 阿所以我基本上的薪資 還是穩定阿 阿其實說 我們討論到那個 訓練的經費斷 我們去的因為 沒有生育我們就 沒有那麼多 訓練經費 祂賣到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阿所以看到很多人去一地訓練 透過一地訓練而成長 開了生育我們會很羨慕 說他賣的就是很羨慕 老吹怨就對了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從我們 20 那個2023 2022年拿到 雅錦賽的銅牌 一些 經費 還有一些贊助有去賣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有一些移地訓練 整個月這樣 曾經去哪裡移地訓練 我們最常就是在 上海 一個月 去烏茲別科 一個月 去蘇格蘭一個月 當然 歐洲的 生活水平比較高 那個經費就很高 一個月 一個月 你和我們兩個人嗎 兩個人 我團隊去 我七個人去 這樣要花多少一個月 我們那間 去亞運前的那個 那個八月分我們去烏茲別科 那間差不多花了兩百萬 嗯嗯嗯嗯 對 烏茲別科要兩百萬 對 那這就要有人 sponsor 有人贊助 就有國勤 體育署的經驗 下來 還有一些朋友 還有那個時候 有香古基金會 跟我們贊助 對 哦 辛苦 一口